笑不活了 宋燕第二阶段的处刑又开始了 她从火光中走来 这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你了 就连各个大消防官方号都纷纷转发宣传 这时都憋着劲儿要一雪前耻 宋燕丢掉的面子 要从林璐萧身上找回来 今天咱就一起来看看 这部黄景瑜和张静怡的新剧 到底是怎么全方位碾压 我的人间烟火的 首先这个选角就非常妙 黄景瑜187 张灵鹤188 唐小天188 王子琴185 个高腿长颜值在线 关键性格也好 情绪稳定 不会动不动就扒你一层皮 也不会疯狂展示自己的下颗线 黄景瑜饰演的林璐萧 除了养眼之外 比宋燕更主打一个真实 首先就是一个翻身自由 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原来男主睡觉是可以放松自然的 而隔壁的宋燕 连睡觉都睡得笔直坚挺 生怕别人看不出 她是个铁骨正正的汉子 其次 林璐萧真的善解人意 是个非常好的站长 工作的时候 她认真负责 机智勇敢 有危险的时候 她冲在最前面 她的疲惫或者狼狈 都是恰到好处的 而宋燕 会无时无刻 保持自己最帅的pose 精心设计每一个动作 私下的生活中 林璐萧也细心体贴 她看到大家工作辛苦 会给大家建立补给站 给新兵准备欢迎仪式的小惊喜 会把自己的假期借给队友 让她和许久未见的家人团圆 我想把这两天假期给你 然后等我攒够了 就说同样是战友要辞职吧 宋燕 皱眉怒吼 道德保驾 是谁说 再重的赞子要一起扛 是谁说 要把这些新队员 票成优秀的消防队员 林璐萧坦然接受 到现在要走了 得个人好好办一办 不能让人家心寒呀 要说黄景瑜 真的演得多么出神入化 也没有 他真的只是 演得像个消防员而已 主要还得是宋燕的功劳 相同题材 还相继播出 起到那么一个 抛砖隐喻的作用 劇情方面 也比我的人间烟火 触动人心 开场就是一个 地震救援的大场面 很有电影的质感 将消防员工作的艰难 平扑在观众面前 不只是身体上 要面临巨大的危险 还有对精神的魔力 他们明明拼尽全力 想挽救每一个生命 却还是要面对 无能为力的结局 而在这样的灾祸面前 在面对生死取舍的时候 他们不逞英雄 科学救援 甚至都没有伤心的余地 没有他们消化 自己情绪的时间 他们明明是和我们 一样脆弱的生命 却一次又一次 奋不顾身地 冲在最前面 而且感情线的发展 也平淡自然 甚至因为男主过于耿直 而显得有点搞笑 当然比起剧情 这部剧更有意思的是评论区的网友们 大家纷纷玩起了宋燕的稿 安静点 凡人修仙传有波了 家人们 这次是187 不是172.5 消防官方 面子捡起来了 医疗官方 那我怎么办 我还没上车 还有宋燕 宋燕版的那些OS 仅于真实的 网友们现在就是找乐子 完全不顾宋燕老师的死活了 这部剧可是足足40集 够大家快乐很久的了 那今天咱就说到这了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